祝你们一个小熊 这里是小姚 今天早上小姚吃鸡蛋汉堡 还有一块香酥饼 我觉得更像香酥饼 还有一杯红枣豆浆 今天早上你们吃了什么呀 这个吃起来可像家里烙的饼 里面加的是韭菜还有火腿丁 今天的豆浆好像糊了 吃了吧唧的 薄薄的面皮 夹着嫩嫩的鸡蛋 这里面是他们瘦碎的肉末 像包饺的馅里面的这种 我觉得蛋煲里面的鸡蛋特别好吃 就是它里面的蛋黄 不会说很老 是糯糯的 而且营养丰富 有面有蛋白质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买的一些糕点 不吃完就吃一点当中午饭吃 这是一个老式的豆沙面包 我买了两个豆沙面包 这一个留着当明天的早餐吃 好多豆沙 你没吃过卤果吗 很像桃酥的那个味道 送你们一个小熊 我小学的时候很喜欢吃这种 就像做成小熊啊 或者是一家三世的这种 这个面包做的不是很甜 但是你吃着吃着 会觉得有点噎了 我记得这个有 plus 就是比这个宽 比这个长 好 你们喜欢吃老式的豆沙面包吗 我对老式糕点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好 冰淇淋值得冷冰冰 夏天都我好开心 你看这个像什么 你看这个像什么 吃哪个油锅面呢 这个吧 这个吧 招牌的 加点辣椒 看这个油 是不是看着可香了 是不是看着可香了 好辣 就是它这个里面本来就放的有辣椒 这个面滑滑的很劲的 这个面滑滑的很劲的 好好吃的 这个有点贵 我觉得一份13块9 在上面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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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看这个油 香辣香辣的 吃完这里面还有好多料 我的舌头好像被麻的 没有自觉了 又麻又辣的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也能吃好 喝好 拜拜